其实第二月章,一个主题 我听了那么多古灵乐,一个重点 无时无刻,无不在错,巧妙而精彩的对比 学画画人都知道,对比很重要,颜色对比很重要 生活中,无时无刻都在对比 男女老幼,东西男扁,到处都在对比 所以你看这个第二月章,它怎么对比? 很简单,两个音乐片段 就是A跟B,假设A跟B是两个片段 我让大家体会什么叫做巧妙的对比 刚开始的音乐是这样子的 这一首曲子的特点,有些人后来讲说 这是所有的布鸟吾斯的音乐里面 旋律最优名的一首曲子 我也同意,不管第一,第二,第三 在到处都有这种美妙的一些旋律 刚刚像我们第一次被它电到三十几天前 被电到就是钢琴那一段 有没有,到现在的印象是什么 你看一出来就是一个儒科斯的 抒情的一个片段 可是它转到B的时候,马上对比 好,你看,这不一样了 这不是抒情式的,它是灵活、清爽、清晦、活泼的 要翻,好像,我看到它真的在练乱 它真的在练乱,整首曲子以后 你看不出一点灰暗的阻力 唱歌也是练乱,跳舞也是练乱 我叫麻烈 有没有,要对比了 好,A、B出来之后,一样是AB 可是这次的A,跟前面的A就不一样了 第一次的A,跟第二次的A出来 吊性不一样 我现在请钟老师他们 然后拉一小段那个感觉 什么叫吊性不一样 简单来讲,音高不一样 就是这样来做对比 你看,前面的第一次的A,前面几个小弦 好,来第二次的A 刚开始,M大调的 这个地方被D大调的 反正不管什么调,你会感觉 色彩不一样,对不对 一个伟大的作曲家 我告诉各位,他绝对有能耐的 一个素材给他,他都可以在美感的实质里用得很好 所以我像一个伟大的画家 就算你一支签笔给他,他也可以数秒得很好 一样到底,所以这些不一样色彩 好,第一次的B跟第二次的B又不一样了 第一次的B是刚刚这样,第二次的B 有很多小地形的波弦的部分 好,所以你看A,B,A,B,A跟B对比 第一次的A跟第二次的A也在对比 第一次的B,第二次的B也在对 好,最后还是一个A,B 不过这个A,B就是尾声了 一样尾声就是 有感觉到,你会觉得 他慢慢的上台要停下来 就比如说一句很完整的 比如说,牧春三月 这样不要讲四句了,牧春三月 牧春三月 牧春三月 那懂我意思吗? 你就知道他在结尾了 他没有一直在行李如也 一直完整的讲出来 所以你看这个尾声里面也是A跟B 而且B最后 我这一支倒灵神棒又很有用了 对,用讲的没有用 我真的,自己去做这一支很合意的 980块 我请他怎么做 他怎么做 我告诉你,这是我的专利 全世界没有人 第二个跟我这样学 我们兵科最喜欢用红跟绿的颜色 红跟绿有意思的 近视也是这个有空我再解释给你们 所以我告诉各位 你看看尾声 你刚刚已经知道第一跟第二主题了 现在尾声也是一样 第一主题出来 第二主题其实是没有解决因的 最后就很年快的结束了 所以我等一下尾声的时候 你的第一主题 最后第二主题我翻起来 你一定要Cage到1跟2 可是这个第一主题 就是有那种要结束的味道 而且因他的面高越长 来,从现在尾声的第一个音到最后 而且最后他会用双弦双音 拉出来有和音的效果 更壮阔他的气势的感觉 来 2 4 4 5 3 4 5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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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